100秒的时间,也许只能传输一个文件 热一杯牛奶 通过一个路口 等待一班列车 给你100秒,让你在黄金舞台展现自我 让你的梦想在这里扬帆起航 百姓舞台 百妙争风 相信自己,是金子总会发光 百姓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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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他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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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金子 董会发过 来 这个收看由陆军园黄金独家冠名的 黄金100秒 陆军园万全新存秦振农 每一周 在即将结束的最后三个小时 有一个节目为您而举办 那就是黄金100秒 每个星期天晚上的九点 这个舞台 这个音乐 这个灯光 属于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 哪怕只有一百秒 来吧 我们今晚的挑战者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GPS组合 你好 你好 欢迎 欢迎光临 来 来 请向前一步 来 来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们是韩国的GPS组合 大家好 我是GPS的J格尔 演戏 大家好 我是GPS的队长 我叫焦喜 大家好 我是GPS离聚火炮的吴依 谢谢 欢迎三位 三位 我印象已经来中国发展有一段时间了吧 中国 中国 中国时长很大 发展机会也很多 还有 还有中国 观众 观众喜欢韩国的音乐 电视剧 比如说张纳赛来自星星的你 对 同时韩国观众也喜欢中国的音乐 比如小苹果 所以我们想传播韩国和中国文化 中韩文化的传播大事 你们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一年左右 一年 对 其实没必要说那么慢 他们都还可以 GPS组合这个你们的名字 是因为来中国 由于中国比较大怕丢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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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的意思是什么 GPS是 Girls Girls Power Super 也就是充满热情和力量的意思 G G是Girls Super Power 女孩子身上的这种超级能量 活力 Girls 对 特别有劲儿的女孩 这样 既然刚才几位都说过了 韩国有很多我们中国观众了解的电视剧 当然我们也特别喜欢韩国的歌曲 包括韩国的组合 你们三位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 能 能 我开始了解 因为 那个时候 那个的时候 Wonder Girls Nobody 非常有名 我们之间的交流基本靠猜 能给我们来一小段吗 好 给点音乐 我爱你 我爱你 Nobody I want your love to fight for you 我们就不互相猜了 你就跳一段展示篩 少女时代 我是 我觉得很佩服他们三位啊 因为来中国一年 说实话 赶上中国的电视节目 这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 而且你们很棒 很有个性 谢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请登上 黄金虎海 你会开始哟 100秒近时开始 各种颠色的皮肤 各种颠色的头发 距离一点 学的开始 流星圈的画 我想听我哭的 中文翻译和浪漫 这些女孩 她们绝对学生 学习的学习的变化 拼拼车就拼拼车 她充满的中国人 还有没有成功 没时间都在学中国话 不复制的话 未来未过计划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生活话 让世界都成为一天 你看她们的舞蹈编排 还有点中国 中国功夫的元素 我们生活 让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让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不复制的话 原来未过计划 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不复制的话 原来未过计划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不复制的话 原来未过计划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不复制的话 挑战成功 祝贺 GPS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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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非常的棒 你们有一年没有回韩国了 对吧 没有回自己的国家了 对呀 想爸爸妈妈吗 想 在韩国也能看到我们这个频道 你们每个人 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说一句话 我好久都没有回家了 他帮你翻译的意思是 你很久 想他们 我爱他们 爱他们 一个意思 来 来 爸爸妈妈都很不过 健康 妈妈 你放心吧 这边有个 我爸对我还不错 你给翻译一下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我说 爸爸妈妈很想 生气健康 来 第三位 항상 감사하고 열심히 노력하겠습니다 感谢什么 感谢爸爸妈妈 对 自信努力 感谢爸爸妈妈 我会继续努力 对 谢谢 谢谢 送你们一把金色的钥匙 希望你们能够用你们自己的努力 你们的付出 打开中国所有喜欢你们观众的心扉 加油 没错 谢谢 而且GPF组合马上就要在中国的校园要开演唱会了 对吧 加油 谢谢 谢谢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飞刀组合 欢迎 欢迎 杨白 你们好 不一定是说中文的哦 刚才你 给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王勇 来自河南商丘折城县 我今年34岁 是一名普通的杂技演员 这是我的妻子 大家好 我叫赵倩 谢谢 服装确实很 哇哇哇 还不仅仅是服装 你转过来一下 杨范说话客气了 我这门口有安检呢 你是怎么救人 也就是说 你的杂技的表演项目 应该是这种飞刀绝活 对 也是中国的民间传统的 传统的一个技能 搭档多久了 搭档有七年 为什么你的太太会做你的搭档呢 怎么说呢 之前其实我妻子不是我搭档 她 我是本来找男孩一起练的 但真正要表演飞刀的时候 男孩真的不敢走了 其实是我的妻子 当时站出来 就场表演的才是 那你为什么 你就不害怕吗 其实我有点紧张 刚开始有点紧张 因为我老公 刚开始他练功的时候 我经常都在他身边陪着他的 你看他 他每天练功都练八个小时 就是每天都要飞 五千到六千刀 每天我都在身边陪着 他每天练功很辛苦的 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日积月累的信任 日积月累的信任 对对对 八个小时 每天要飞五千到六千刀 对 真的吗 能对我们现场来一小段吗 可以 可以 确实是木头的 哇哦 一天练习八个小时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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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环 好圈 没关系 来掌声鼓励一下 还有一个项目 杨瓦你不表现一下英雄救美吗 他媳妇他乐意咋地咋地 哇 谢谢大家 要说这样的家庭 一定是非常和睦的 应该不会好家的 你每天八个小时 飞五千刀和六千刀 你训练的是一种 你们专业的术语 会是一个叫什么 我觉得嘉明哥那个意思 他说是不是肌肉的记忆 对对 我之前也是 不是说我自己说 专门就是北京 有一个体育大学 搞体育的专门 给我测量过 我的所有的用劲 所有的就是 哪一个环节 哪个关节的用劲 都是需要长久的练习 需要肌肉的记忆 才能表演飞刀 这样的 所以最后呈现在 我们这个舞台上的 里面有包含的 有科学 有汗水 有信任 有爱 真好 今天登上我们舞台 有什么心愿 其实我来到这 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我是想让大家 知道在中国 真的有一个女人 真的不容易 就是每天用生命 配合着自己的丈夫 这个工作 也是在我心目中 这个女人非常伟大的 真的 没有 没有我的妻子 真的也没有我 走不到今天 第二个呢 当然我们结婚的时候 家里特别 就是特别穷 总共花了 三千多块钱 我也没有 比妻子买什么三斤啊 手 戒指啊 都没有 我的妻子 甘心情愿的 就是跟着我 今天当然有心愿 想 能赢得一个项链 我们那根项链 是包含爱意的金项链 谢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 一百秒计时 开始 哇 50秒钟 第1个内容 已经相当的惊险了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难 一个是他飞飞刀的时机 另外还要和后面转的速度 一定要特别默契 挑战成功 看了你这100秒的表演 觉得你要跟你媳妇买100根金项链都不为过 没错 给他戴上吧 真的做你的老婆 太危险了 赵倩 感谢你这么多年 陪着我 真的是生死的陪伴我 感谢你为我们这个家庭 为我的事业付出那么多 我连戒指 项链都没送给你 谢谢你 喜好 听了这几句 简单的几句话 特别感动 简单再问一个问题 赵倩 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他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一块 在一块19年了 我对他比较了解 因为他这个人 就是不会说话吧 但是很勤快 其实 他肯定是害怕的 他的内心里边 我感觉就是 更多的是一种信任 爱这个家庭 支持这个事业 我媳妇真的语言表达 没有说太多 就全是实际行动 真的谢谢他 我真的觉得赵倩 特别爱你 而且赵倩的爸爸妈妈 是充分的相信你 所以他把女儿交给了你 来让我们送上 祝福的掌声 加油 祝你们幸福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武术讲究刚柔并济 预想成为真正的武林形化 必先劳其筋骨 热其体肤 空发其身 方能修得其行 掌声有请 赵飞龙 叶帅哥好 不用问的 这也是测量过肌肉记忆的 对 说话的时候拿话筒 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新一代功夫明星 赵飞龙 口气不小啊 自己拍摄了六部电影 六部了 全部是主角 其中有一部一个是喜剧 有作品吗 有的哥哥 有的 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 可以 哥哥 好的 来看看 我们看一下 来 好的 武林巨星赵飞龙 六部电影作品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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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明天都过 走路没分落宿 青春飘过飘过 飘过与生路过 今生疯狂落住 冰龙相争路过 千军往往往往 往往往往往往 本身的步道将干度住 全面战车路着 城外重叶路着 烟地风火 风火 风火 为你 一 谢谢 还不错 谢谢大家 其实我真是看完这个短片 我对飞龙很佩服 谢谢哥哥 就是我们能看到他的功夫梦 是 我一直在努力 就是来拉近我和我的偶像之间的距离 你要缩短缩近你和什么的距离 我的偶像林小龙还有丛容 明白了 我一直在自己投资拍摄电影 所以你认为功夫明星第一代李小龙是榜样 然后是成龙 你准备做接班人 是 所以那几个短片是你自己掏钱拍的吗 我自己掏钱拍的 谁给你录的 这是我就是自己也做导演 做编剧 然后自己做主演 因为刚才是一个集锦片段 能讲一讲大概这个故事 分别讲的什么故事吗 比如说我的狂战山威成尖霸 就是这样呢 就是和反派和反派之间的打斗嘛 打斗 对 就是心脏正义 心脏正义 但我大概明白了 大概都是借鉴李小龙啊 或者成龙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 是是 你比如我对李小龙的电影是很熟知的 怎么也 比如说 他的旧门里面的片段 比如说哥哥你扮演一下武士好吗 武士 我的意思 然后呢 我有什么台词吗 你就是被打死就行了 就是我打两拳你就 忠实就可以了 这离死一记台词都没有 是吧 你要不是给我特别高的老屋的话 你这戏我一番不接 我的台词 我有台词 哥哥你没有 但是你看 我这气质演你这个戏 没问题 你就假装扮演一下动作 好 没问题 可以 来 准备 我帮你拿话筒 再说好 拍戏 不带真打的 来 第一步 第一场 Action 赵肥龙 我加句词 你也很凶了 我看你怎么死的 等等 台词台词 再说一遍 刚才那个动作 我给你提话筒 来 我调个话筒 我告诉你 中文 不是东亚病夫 好 你让我 不明白了 谢谢哥哥 没伤到你吧 哥哥 嗨 我练 不好意思 我刚才有点力 不好意思 你没感觉 我夸给你弹回去了吗 哥哥 你还是练 隔度的 我知道 这是 李小龙的电影 这是李小龙的 金武门里面的 金武门里面的 一句台词 成龙的 成龙的 罪权 来 需要群众演员吗 来 来吧 告诉你 我第一部戏演的不好 是怎么的 你临时换演员 太不乐意 来 就是我 第二部 我不要 我这就是假装 好 可以 干一下就可以 干一下 最全 我跟你说 刀飞龙 我也喝 喝不了了 这还费酒 还不倒 继续努力 你倒了 成龙的最全 代表作品 好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赵飞龙 你有没有自己的独门绝技 我自己创立了自己的格斗术 叫飞天流 格斗术 你把那三个字慢点说 叫飞天流 是吧 飞天流 试着试着 哥哥 好嘞 来 群众演员 已经到位 我来感受一下你的功夫 这是他独创的了 这招很不 我问一下 然后狠不狠 还是很用心 这是他自己的风格了 肌肉线条 有点结霸的感觉 我还真还挺喜欢 他自己这一段 他这一段 还真没有什么花团 花团绣腿的感觉 还真是挺有力度的 还有点实用的 那个意思 是 在林小龙的节圈道 技术之上 我创新一点 创新的一个格斗术 那我能这样理解吗 今天登上我们的舞台 其实也是想朝着你心中的功夫明星的道路 向前走一步 是的 我希望呢 就是来到黄金一百秒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 认识赵飞龙 希望更多的导演能够联系我 拍摄更多的武打电影 传播功夫 传播舞蹈 向世界证明 中国功夫 中国舞蹈精品 永远最强 好 这几句话说的还不错 非常好 准备好了吗 谢谢大家 对 美好了 哥哥 有没有设计招牌的姿势来说出我们的口号 要何 是芭蕾 是芭蕾的意思 是金子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大哥 龙哥 我们一共就五个字 你还说错 是金子 不是是金子 是金子 对对对 你也不把我破坏你刚才那个气场 大哥 你把这个拿 有点气势 还有自己的设计 我帮你拿着 我帮你拿着 拿着 来 希望叔叔 哥哥 警员们都开心 效果散开 心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你别蹭过去 还有这些口号 来 用你独特的方式 说出我们的口号 来 是金子 总会发光的 谢谢叔叔 谢谢自私 来 交换兵器 请登上 黄金舞台 功夫巨星 赵飞龙请准备 100秒计时 开始 赵飞龙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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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应该再做点精彩的武打动作 监制 还是应该再做点精彩的武打动作 赵飞龙请准备 这是什么意思 是展现肌肉 是吧 好的谢谢赵飞龙 不要放弃继续努力 追逐你的中国功夫梦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 下一位调整者你在哪里 各位们今天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今天晚上的老师要赶动车去北京 即将要登上黄金一百秒的舞台 老师登上黄金一百秒的舞台 要展现肌肉的舞台 加油 马老师一路守风 祝你成功 马老师 加油 掌声有请 马力 欢迎 哇 欢迎马警官 马警官 哎呀 我不能这个是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我是来自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的马力警官 我今年53岁 我今年53岁 我今年特警教官 特警教官 这我懂 特警教官这么说都算是温柔的 马老师为什么来我们这个挑战的现场呢 我觉得呢 呃 这个有些时候警察呀 他是一种职业 像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啊 老百姓有时候见了 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所以你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就是想打破这些 对 是的 要不之前这样您你好容易来了 您还是老师教官 您教我们观众几招 好不好 是可以的 那这样吧 请大侠 来啊 借我的招 左右之拳 加边腿 我这左拳 啊 你往哪儿躲 啊 记住了啊 右拳呢 啊 我指拳呢 哎 你往下前啊 借我的招 再丢你一招 抓心 早点来 走 哦 哦 这一招 很厉害 哎呦 你怎么那么坏呀 这都是生活中 如果你遇到危险 小心啊 好 好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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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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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秦拿 他不是说 就不是花架子的 他全是讲的是实用性 这是实战 最短的时间 一招之地 今天马大姐来到我们现场 是要展示警察 不仅是能舞 而且能文 对 还有文艺的那一面 对 也是要展示一下 我们最一个警察 必须还会唱歌 没错 马警官请准备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射精者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马警官请准备 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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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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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三种世界罕见 他本身的状态 他本身的状况 我都想把最美的歌声 我都想把最美的歌声 这个就是成功的希望 更可观的是我让这些就是怎么说生活在低谷的贫困的孩子们 残障的孩子们的家庭 重新树立了希望 今天为什么登上我们的舞台 就想传递一份爱心 唱出人间的真善美 希望大家伸出眼手 帮帮这些弱势群体的儿童们 因为他们并不普通 实际上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赏光点 只是我们大家如果人人献出一份爱 多关注一下弱势群体 那么我想他们都会发光发热 最后也会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的 谢谢充满爱心的音乐老师刘老师 刘老师说了很多 想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吗 怎么今天好像没来到现场吧 有一份小惊喜给你 来我们一起来看 感谢有你 拉西 你终于实现了你的梦想 登上了央视舞台 希望你能成功业 刘老师 刘老师 你是最棒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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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 刘老师 我们永远是你 加油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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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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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一百秒 计时 开始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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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张网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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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 永恒 啊 啊 一路归房 满山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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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啊 祝贺刘祥姐 刘老师 最美的声音 最美的老师 祝贺你 送给您 谢谢 掌声送给刘老师 谢谢朋友们 谢谢 这边 这边谢谢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崔一乔 欢迎一乔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我见衣服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崔一乔 我是来自陕西高速公路的 阿旁宫收费站的一名收费员 做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这个工作呢 现在已经快三年了 三年了 对 能说一说吗 做这份工作你认为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嗯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呢 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呢 平均每天呢 有大概有五千辆的汽车呢 从我们身边经过 而呃 每一位司机呢 与我擦身而过的时间呢 仅仅就只有半秒钟 从来没有人驻足过我们这个收费亭 但是呢 呃 就是我非常开心 但是 我非常开心 就是因为这份工作 我结识了我的另一半 我的男朋友 他也是收费员吗 他不是 他那天呢 就开了一辆车 他是驾驶员 驾驶员 对 所有会开车的朋友 担心朋友 听仔细这一段啊 哎呦 我呢 我呢 当时就是呃 我的就男朋友 然后他开车呢 从我的这个亭子里经过 然后当时呢 他的车里呢 就是我还是像正常的平时收费一样 在给他做这个收费工作 然后他的那个车里呢 当时放了一首歌 就是淘宝戏画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 然后因为当时呢 我对这首歌呢非常的喜欢 然后呢 他就那么半秒钟 就从我身边就飞翅而过 但是你嗯 就是我对他的那个 但放的那首歌曲的那个 还久久不能平静 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幸运 然后过了呃 大概有几天吧 我又发现 在我上中班的时候 他又从我这个亭子 这个车道给经过了 这回放的还是那小时候 他总从我这个亭子里过 后来我们就一来二去的就熟了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份工作 能让我结识到我的男朋友 几个细节 对 在那儿驾驶的时候 后备箱尽量的放一把吉他 然后放那首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 哇 这就是可以获得美人芳心的最佳记性 那哥们今儿来了吗 他来了 因为我今天来参加 在现场是吧 对 在现场 来 让我们看看谁 我们看看 哇 来 掌声有请 他叫什么 孙宁鹏 孙宁鹏 咱们这也算是 这个求爱的这个经验分享 咱们问问当事人 鹏了 现在是恋爱经验交流课 嗯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挺腼 你为什么总知道他那个点上班 因为我经常从那走 然后就天天碰到 那你就那么自信就驾车的时候 人家就会留意你吗 其实呢我想说啊 就是因为今天我来黄金舞台的 就是特别想给我的男朋友做一个表率 因为他呢 其实是有一颗非常热爱音乐的心 而且他呢 我的这个唱歌呀 平时也是他给我教的 我们也是因为音乐结缘 但是呢 他就是这个性格呀 还有包括他对自己的这个形象呀 可能不太自信 而且这个表达能力 他觉得自己弱 所以他可能不太敢来增上黄金舞台 但是我今天就是想给他来做个表率的 我希望呢 他能把这条喜欢音乐 然后 你别像当妈那种说话语气 你看过他 对不对 我希望我儿子将来那么那么 不是这种语气啊 嗯 孙宁鹏我希望你能把 就是自己最热爱音乐的那颗心 坚持下去 然后这么长时间 我们因为音乐一起走到了一起 我希望你能把你自己 对摇滚 对音乐的那颗信念 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一样 你在我的心中 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还要特别感谢我们国家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非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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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女孩说的那么感动 你一无动于衷啊 嗯 她是一个满热的人 她 起码你说一句或抱一下什么的 谢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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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女孩子就喜欢这种酷酷的那一句 来 向前一步 来 一拜天地 来 两个人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这一桥请登上黄金舞台 一百秒计时开始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 能让你有时不知所措 其实我没期待太多 那你能想从前摆我 只是连约会你都逃脱 什么解释都不说 让我懒得怀疑 我在人民广场上去的假期 儿子是此刻你在哪里 虽然破碎你的声音都窒息 那你觉得你让我懒得怀疑 挑战成功 祝贺崔一小 我懒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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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段喜凤 欢迎 你好 欢迎我捡衣服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段喜凤 来自甘肃省 汽阳市正元县 临京香 陆豪行政风 我是一名 当地的宣传部的一位 打字员 谢谢大家 小时候有一点点紧张 放松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么大的舞台 特别紧张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今天男朋友陪你来了吗 没有 你看你没来的和来的状态 就是不一样 你的整个着装是很时尚的 应该在你们单位也很亮眼吧 没有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 其实每天打那些文件啊什么的 反正打印这些演出流程啊什么的 其实我自己也特别想去 一直有时候抽空也去 因为时间地点啊什么的 反正我自己都知道 单位的人知道你这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其实嗯 不知道 其实我就我都不敢说 因为我没有上台经验 也没有 真的 你也能看出来 我就没有上台上过台 你比较紧张 我特别紧张 但是其实挺好的 因为你平时做这个工作 你了解所有文化活动的 幕后的所有的信息 你到前台来 反而是一种体验 打出最好的状态 为了你的梦想 谢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邦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一百秒计时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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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般苗 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黄西忠 欢迎西忠 黄老干你好 来 大家好 先一步自我介绍一下 夏宾老师 杨鹏老师好 欢迎你 我是来自山东辽城 贯献丁远寨镇的黄西忠 我的职业是个体丁肖 具体做的是养鸡 就是卖的是养鸡用的那个饲料 就是鸡饲料 对对对 谁给你报的名啊 参加我们节目 参加节目吧 我妻子给我报的名 她来现场了吗 她来现场了 来 我们给妻子一个镜头 就在这儿 这妻子是伯乐 那是我儿子 有点腼腆 这是我们最幸福的选手 没错 来参加节目 家里人能支持你 其实我这次来 也是为了一个人 那就是我的妻子 她把 你看我 我整天在外边 就是我的工作 就是一天 到晚嘛 就是从六点 出去以后 到晚上八点 我回到家 我家里吧 还种了点 种了有石墓地 另外家里 还有个鸡棚 养了八千多只鸡 都是我的妻子 她一人照料的 你自己家里 还养了八千多只鸡 对 很厉害 另外 她还要照顾 召唤我的孩子 还有我的父母 我真的 非常感谢她 所以这是一个 了不起的女人 把所有所有的情感 都汇聚到 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了吧 好吧 好嘞 准备好了吗 西中 是金子 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 黄金舞台 一百秒计时 开始 这首歌 能唱出她的心声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落房的生命 就像处立在太空之边 就像穿行在最坛的星河 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 很有爆发力啊 挑战成功 祝贺王兮忠 你看嫂子 笑得多好 笑得多甜啊 而且嫂子 你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啊 我就希望 她的一支在跟你录 是啊 我就希望 整天看到她这样的笑容 所以接下来是你表现的时候了 嫂子 来 欢迎您 欢迎您 我还真选择这个一个调阵 哇 像鸡蛋一样 来吧 接下来是你自己表现的时候了啊 从我们大多数男嘉宾啊 这个手抖啊 笨笨的来这个开箱里就知道 真还可能没给媳妇送过箱链 爸爸在给妈妈戴什么 银项链 你看她 所以你长大了 你也要上台赢项链 好不好 你给妈妈也赢一个 爸爸为什么要给妈妈戴项链啊 为什么要给妈妈戴啊 不给你戴 因为我是男的 因为我是男的 那你长大了 你要练才艺啊 来参加我们节目 好吧 再次把祝福的掌声 送给一家三口 加油 祝你们幸福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般苗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 杜晓燕 你好 小燕好 你好小燕 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现场观众朋友 你们好 我是来自河北邯郸卫县的 我的职业呢 是一名幼儿教师 干不得 说话很亲切很甜 当幼儿老师多久了 马上三年了 三年了 你教的都是几岁的小朋友 都是三到六岁的 三到六成 小朋友调皮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一刻觉得 我就不当老师了 也有烦的时候 但是大部分时间也很快乐 那我的梦想呢 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但是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就是想做一名专业的歌手 听出来了 也有歌手的梦 对 今天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忘记我是幼儿教师的身份 然后以一个全新的面貌 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你们 非常支持杜老师 我们的节目播出是在周末 是在我们本职工作以外的时间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 我相信你现在是一位优秀的幼儿园老师 但是自己心中的梦想要坚持 对 要去努力 孩子们也会以你为骄傲的 肯定的 准备好了吗 杜老师 准备好了 为了你的梦想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奔赏黄金牌 一百秒计时开始 请奔赏黄金牌 是故意的吗 是我倒催谁了吗 这一天既然 每件事情都是算 只想转个弯 完全绕到了飞机场 发现每一切在身上 哦哦 乌云乌云快走开 你可知道我不想带把伞 带把伞 哦哦哦 乌云乌云快走开 感觉你在嘲笑我的乐观 的乐观 哦哦哦 你还想怎么样 搞得我快着狂 求你帮个忙 乌云乌云别叫我麻烦 别叫我麻烦 我成千里 接下来舞台上的竞争会更加的精彩 在第一轮观众支持率前三名的选手 马上会再次登台 进入我们的再战一百秒 来角逐那枚 由孟静元黄金提供的冠军奖台 孟静元万纯金纯情更浓 第三名 GPS组合 第二名 刘翔杰 第一名 飞刀组合 再次组合一餐 三组组合进入了再战一百秒 当然我们更要感谢 今天所有参加节目的接受 希望进入再战一百秒的接受 换装准备 我们更期待 你们精彩的表现 首先有请飞刀组合 进入再战一百秒 一百秒计时 开始 参加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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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